为了兼顾课业 潮州国中篮球队 每天仅有客户一小时练球时间 但在这样条件下 仍拿下全国以及篮球联赛 屏隆县冠军 学校归宫三年前 设立神射手奖学金的退休教授吴建州 以命中率颁发奖学金 激励球员努力练头 有时候会往往忘了基本功 平常很扎实的基本功师 要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 所以无形中一方面有奖金的激励 那二方面也是提升孩子的能力 他不是说你来就有奖 而是说你要有一定的成绩 准度要够才有钱 所以会造就小朋友 我今天准度不好 可能没关系 我明年我一定要练好 等到我练准一点了 明年就有钱 当然你准度够了 那比赛当然就会有好的成绩 校长表示过去球员只想着上场比赛 虽然知识跟战术精彩 但得分效率却不高 神射手奖学金设立后 学生在训练上从被动转为主动 不容易 怎么说 因为本身就自己 外星能力就好像没有磨练好 有时候又是还会自己 就出去外面打球 但我们在练习上会比较努力 然后也可以花比较多钱去买一些球鞋 袜子之类的 明年潮州国中将代表屏東县 参加南区复赛 目标打进全国前八强 学校希望球员持续做好自主训练 上场时才能尽情发挥 元席玩巴浪 屏東潮州场报道